法令纹的注射脂肪在天平法令纹 我们看看结果 你看 手术前手术后 一个月以后 改善非常多 大概年轻十多岁 判若两人 那在这个地方 你看 改善很大 这棉毛都往上拉 这个下领布呢 这弱度感性的作用区跟布置 也也改善很大 其实手术的感性拉平呢 如果合并年轻大的人 合并额头拉平呢 会有更大的好效果出来 你看这个地方 下领布你看看 弱度感性效果而已 你看 轻轻的一个弱度感性呢 可以达到很有效的 拉平年轻化 很明显的 你看到明显的背光 那么 这所做一个月而已 看侧面看也是一样 没看见 被一个年轻的人 在50多岁变成40多岁 你看得见就知道了 眼见微信 那在脖子就差一点点 脖子这个地方 打完两个礼拜以后呢 这个筋还会在 加上往上拉 拉那个筋 还是有一点点 所以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要做第二阶段 第二次的注射 在这个地方 你看能不能达那个点 在这里 那希望达到 这样子才会比较好 所以第二次注射呢 效果才会更明显化 那第三个换例是一个 56岁也是一个 年纪大的女士 那么她的治疗 也不能单纯做 入度感染大体而已 那么她又做什么呢 做这个地方 她很在意她的嘴角魂 嘴角勾很深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给她补上 玻璃尿酸 玻璃尿酸注射在嘴角沟 希望能够 肉的感情拉皮 合并 玻璃尿酸 这样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在治疗前 我们治疗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这个嘴角我们会改善 可是她出现了一个冰花症 那么这个冰花症 也是我一的冰花症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 就是眉毛 头部的眉头 有一点往下拉 注意看 怎么来这样子 做完就会有点往下拉 那这往下拉的病花症呢 其实是可以治疗的 这表示说 我们在往下拉的肌肉呢 注射的时候 尽量量不够 量不够 所以她没有把它弹住她往下拉 所以她还是被打发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补打一些一两针 肉的感情在这个地方 打完以后呢 就回来了 你看看 打完以后就回来了 所以马上可以恢复了 也就是说这个病花症 虽然有 但这病不可怕 它是可以被处理的 就是唯一的 有一个安逸病花症 好 側面看 你看这个地方改善了 改善了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想下拉底呢 也上来一点点 但是效果不如年轻人好 所以看得见这个效果 所以后来我们会建议说 肉的感情呢 注射呢 最好是在45岁到45岁的道理 是在这里 那脖子效果呢 也不是很影响 你去看 这个地方本来有 我们给它做精的处理 打完以后 还是有一点点 那一点点我们再补打 补打这些性在精 可是补打完以后 又跑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说 它有代常性的这个精 又变强 所以这个 年轻大人呢 打这个 肉肉感尽的拉底呢 这不如年轻人好 那可能还在 再去行补打 效果才会好的 好 那她的 这位女士呢 她除了有这样的问题外 另外她还发觉到 她笑的时候的作文 笑的时候的作文 以及网上拉底的时候 网上抬头的时候 的额头这边作文 还会有 就是说 她虽然说有拉底效果 是呢 肉的感情的作文还会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她做补打 这个肉的感情数 再处理这个作文 这是在打之前的效文 你看打完以后 你看就不见了 笑的时候就看不见了 这边额头呢 也不见了 这边就不见了 所以肉肉感尽的拉底 要合并 肉肉感尽的除皱 这样才能够 有完整的 整体性的 那个美化跟年轻化的效果 好 最后一个案例 是我们最年轻的病人 这34岁 那年轻型 可是呢 她也觉得她的脸啊 开始下垂了 那这里看看 她的下脸部呢 有下垂了 所以我们给她做下脸部的 肉肉感尽的拉底 不是全力的 就下脸部在这里 你看 你看 她脸呢 不是往上上去吗 不要经过手术 这样上去 而且呢 在一个月以后呢 继续有好效果 在这里 脸越来越小 但是她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所以这是正向的一个结果 她侧边看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比较年轻的 越来越年轻的 对她来讲 是有意义的 好 变化症呢 只有一个 刚刚提过就是没有往下水 其他变化症都没有 所以表示这个病例呢 这种手术呢 是安全的 好 好